截至目前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累计近150万人参与 这个数字意味着将近150万个样本评经检测人员之手 变成公共卫生安全防控的有效参数 每一个样本从采样到分析完毕都凝聚了工作人员的心血 来自福建疾控中心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成员邓艳勤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效率保证质量检测队伍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工 那么我们600人的检测队伍在这里呢 我们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工 我们有从样本组 现场组 物料组 设计配置组 还有拆包组 取样组 提取组 扩增组 数据分析组 数据统筹组 所以我们实际上分了十几个组 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能够尽快地非常熟练地完成他们自己岗位的工作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检测效率 也保证我们的检测质量 邓艳勤9月3日抵达香港便投身现场技术组 负责人员安排及流程细化和应急调整等管理工作 他说起初检测工作分两班制进行 每个班次持续工作12小时 疲劳和伤病已是稀疑为常 我们最辛苦的这个两个岗位是拆包 还有取样这些都是需要能够来完成的 所以他们经常同样就维持很长的一个 同样的一个工作姿势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一些局部的这个损伤 确实是非常辛苦 邓艳勤说很多队员主动要求调换到最艰苦的岗位 而处于艰苦岗位的同事却始终轻伤不下火线 这让他感受到队员们斗志昂扬的精神力量 随着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队员分批到位 每个班次的时长从12小时缩短至8小时 而检测工作的压力始终没有减轻 我们的队员们为了提高我们的检测效率 他们也是8个小时坚持不出餐的 那很多队员们他们都都穿着尿布湿 尽量的不出餐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自从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来到香港 就不断由热心市民通过写信 发邮件 制作心意卡 手绘主题漫画 以及送花篮等各种方式 各种渠道 向他们表达欢迎和感谢 邓燕琴对此感到十分温暖 我从这里真的感受非常温暖 这是血浓于水的一种同一个家庭成员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那么我们相信有广大市民的支持 我们的香港也一定能够尽快的战胜疫情 疫情过后香港这颗东方民族会更加璀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